大家好,我們今天準備出發去花蓮 所以現在就來到唐利不車站準備乘火車 乘了兩個小時的車,我們現在終於到了花蓮 剛才因為我們在火車上找不到邊角,所以現在很恐怖 我們現在要去找花蓮的美食吃了 現在來到很近我們一間酒店 這間剛才師傅介紹說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因為剛才吃的時候好像人都不太多 我能不能玩到樓板那邊嗎 從我先出過開始的政策 那個客戶跟大陸他們 我所接觸,所以我們大陸來的店員會收集 來臺灣 那跟這個樓板有什麼影響 非常大 不管是計程車行,民宿,還是我們店家 真的非常有效果 所以市民來的真的是反對效果 以前是我們臺灣都是做日本客家 後來是做大陸客 大陸客的他們消費能力 能抵過 如同說他們有三個人可以抵過我們臺灣 六到七個人消費的能力 非常高 他們吃東西真的好不落銷 進來就是說他們就是吃不看價錢 所以我們臺灣這些經濟也會比較高 我們一會兒準備去這個大陸客 因為司機本來已經推薦了我們 這裡的山水風景 我大陸客圈 其實遊客真的很少 所以沿路買的紀念品都不多 沒有用啦 半說啦 不用選舉啦 浪費時間啦 剛才那個賣了 全部賣完順便賣一些產品的一個 露普普我們就算找一個 其實他都挺滿意 現在沒有人會買 因為沒有打路客 因為路客會花錢 要選什麼東西吃的 或者經驗品的他們會買 一天賣個三四千塊油 那很好啊 三四十塊啊 但是現在就不行 現在沒有啊 沒有打路客一個也沒有啊 因為打路客他不是老闆 這個好像不錯啊 怎麼根本就不要亂起這個 就不要亂起 那馬上選舉了嘛 那他們有哪一個是候選人 就是你們旅遊經濟這一塊發展的話 如果說啊 自己認為經濟不好 大概都會幸福 他們對他們很多人好 那你認為經濟好的話 你就會輸掉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換個人做 總是會比較好 現在是最糟糕的 至少如果我們現在的狀況不好 他們就有更多 那現在糟糕的點在哪裡 糟糕的點就是跟大陸關係不好 陸客不來啊 這個我一直想說 你不能光依靠大陸的客人啊 你一定要分散啊 問題你分散 你有辦法分散什麼 你又能夠把東亞客人帶來多少 而且東亞客不一定都會講中文啊 所以你司機啊 那個很多都還蠻不方便 你也沒有放到郭忠祠 幫你做這種 像新加坡也會講中文啊 然後像 像你們香港過來也會講中文 這個他們也 也會吃爛 我們呢 現在要完成一下好不來 因為來的時候我們想去泰國賣的便當 但是我們在巴黎賣的這個火車的白鴿便當 嗯